5月29日消息 一家Nord CE3 Lite手机已于今年4月发布 这款手机还将登陆美国地区 并且将是一家Nordance 35G手机型号 相关设备已现身Google Play管理中心 现在 一款型号为CPH2513的一家Nordance 35G手机 现身Deekbench跑分数据库 进一步证实了设备的配置 一家Nordance 305G手机单核分数899 多核分数2045 搭载骁龙695芯片 预装运行Android 13拥有8GB内存 FCC认证显示 一家Nordance 305G将提供双SIM卡和单SIM卡版本 都将支持蓝牙、NFC和5G连接 还确认预装运行基于Android 13的Oxygen OS 13.1系统 支持67万快充 内置5000M电池 据Google Play认证显示 一家Nordance 305G搭载FHD加显示屏 1080×2400分辨率和骁龙695芯片 采用8GB内存 爆料显示 一家Nordance 30手机将配备6.72英寸 120Hz LCD屏幕 128GB或256GB存储空间 后置108MP主摄像头 另加2MP微距和2MP紧身相机 前置16MP自拍相机